他本是没有灵力的废柴一个 自从入魔后打通任督二脉 开启了逆袭的人生 就在刚刚 他跑去望天山与野灵兽战斗提升了魔力 圣山宗的弟子也注意到 英念有几日没出现在宗门里了 其中一弟子就忍不住说 英念去哪了 是不是看见咱们这么多人 在拼命修炼他害怕了呀 哈哈 咱们就是没认真 认真起来还有英念啥事啊 圣山宗的弟子们最近练得有些过火 还真有些飘飘然了 下一秒这两个弟子脸上的笑容全都消失了 只见英念的衣服已经被血泡的透湿 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豹兽 纵使兽已经死了 可惊人的灵力波动足以证明 这只灵兽生前的凶害程度 英念一步步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让人望而生畏 英念 女弟子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英念看了他一眼 神情平静地道 没做什么 和你们一样 日常修炼罢了 英念这样子深深地刺激到了那些圣山宗的弟子们 等他拖着那黑豹兽离开他们的视线 这些人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是不要命了吧 哪有人是这样修炼的 你们看见他的手了吗 却是经历了什么 这一切老宗主也都看在了眼里 他清楚地知道现在英念身上的伤有多重 那是至于细腰草兽的气息 就是因为这样才不要命地去修炼的 老宗主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这小丫头着实不简单啊 既有天赋还有魄力 圣红在一旁眉头皱得死紧 盯着英念的一双眼睛里浮现出担忧和几根阴痕 如此训练之法 我胜山宗谁人能及 这弟子大赛怕是真的要被他拿下了 英念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将黑豹兽放至地面朝着宰宰们喊道 准备加餐了 哇 好饿呀 三宰立刻就围了上来 小苗从英念的床底下拖出了一大罐的露水 念念 用这个炖 用这个炖着苗苗也能吃 英念看着小苗差一道 你能喝肉汤啊 你用露水煮我就能喝了 它可是一颗能喝露水的小仙苗 行 英念摸了摸它的苗苗 心想这苗能煮吗 摸着怪嫩的 小苗还不知道英念心里是什么想法呢 被摸得美滋滋地哼记着 英念站起身安排道 辣辣生火 百变洗肉 我问你洗菜 我先去洗个脸 片刻后 锅里就冒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香气扑鼻而来 一锅的肉汤被一人三载一瞄 真的连一点汤汁都没了 辣辣突然鼓着脸说 主人 我马上就要突破到中阶了 我还是好饿 我也是 百变将筷子摆好立刻说 我也要突破到中阶了 英念吃了一大锅的肉 身上的伤势也没那么疼啊 他又开始蠢蠢欲动 那我们就多去望天山打一些猎物回来 大家都说念念该换身衣服了 这不 念念和大家产生了共鸣 他与妖兽战斗后 衣服上各种滑口和血液 吃饱喝足 英念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 对着仔仔们说道 你们先休息 我去买几套衣服回来 等我回来咱们就再去望天山 说完英念戴上了小苗就出门了 外面的集市上非常热闹 护甲铺在哪呢 英念到处转 他要买的不是普通衣服 而是有防御力的衣服 他绕了两圈之后 竟然在一个小铺子前面看见了原心碎 碎碎今日难得的穿了一身白衣 外面披着一个宽大的浅蓝长袍 在这么一片纯色的衬托下 他眉眼少了几分狠力 垂谋压劫更是难得的乖巧 旁边的少女都被迷住了 忍不住花痴地将目光 一直投到了原心碎的身上 碎碎站在一个铺子前面 那铺子是个卖冰铺 铺主人是个便衣兵系的修灵师 但是他的天赋能力太弱了 原心碎在这一直盯着这个铺主人 他一紧张 手一抖 那碎冰猛地炸开 无数的冰屑变成了冰蓝色的雪花 落在原心碎的周边 英念一时之间愣住了 原心碎是他此生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铺主人紧张地问道 对不住 大人您没事吧 他抖着手端上一大碗的冰沙 上面淋了很多的果酱 看着非常诱人 大人 作为赔礼 这给大人您吃吧 原心碎没接 旁边铺主人的胖儿子 捧着一碗冰沙正在吃着 原心碎盯着他看了很久 突然拿过旁边的勺子 从胖儿子手上的碗里 咬了一勺出来尝了一口 吃完了立刻就皱起了眉 不好吃 胖儿子一愣 随后啊的一声哭了起来 呜呜你是坏哥哥 你抢宝宝吃的 胖儿子悲伤地流出了两大坨泪 原心碎还认真地说了一遍 你吃的这个不好吃 念念胡说 抢来的吃的也不好吃 樱念看着原心碎的操作有些蒙圈 这人在干什么 对不住大人 我给你一份新的吧 库主人急得冒汗 不要了 原心碎皱眉 抢来的都不好吃 自己拿着肯定更不好吃 他迎上库主人错愕的眼神 难得地加了一句 念念说的 原心碎 樱念没忍住 大步地走过去 原心碎听见他的声音 转过身的时候露出了一个笑容 面念 樱念看向那库主人说道 我这朋友性格有些古怪 别介意 他掏出一颗灵金币给小男孩 小朋友乖 不哭了哈 这个给你 库主人连忙摆手 给多了给多了 不必这么多 但那胖儿子却知道这是好东西 一把就收下了 还抹了泪充樱面笑 谢谢漂亮姐姐 姐姐再见 碎碎一出手 绝对是传奇 只有大家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小男孩碎碎兵的单纯少年 下一秒他就变成 杀人于无形的传奇人物 就在刚刚 碎碎按照对念念的理解 抢了这个小孩的碎碎兵 樱念安抚好小男孩后 拉着碎碎走到另一条街 他面色严肃地对原心碎说 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些话 都不是那个意思 抢不是让你去别人手上抢 就是 大家一起吃才好吃 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原心碎宁眉 这个不重要 他已经不想纠结这个事情了 樱念哑口 感情还是他较真了 他又继续说道 还有 吃东西得给钱 知道吗 你有钱吗 原心碎拿出了一个空间带慷慨的说道 有啊 你要吗 我送给你啊 我不要 樱念让他自己收好 你以后别再从别人那里抢东西了 知道吗 你要不是小神镜 绝对会被打的 原心碎弯纯笑了笑 点头说道 不是抢来的好吃 是念念的好吃 只有你给我的好吃 樱念见他这样子 差点没忍住要伸出手具 揉原心碎的脸 好在忍住了 樱念轻咳了一声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卖护甲衣之类的吗 护甲衣 原心碎皱眉 他自己无聊的时候在周围乱逛 自然知道天意周最好的护甲铺子在哪 他拉起樱念就往另一边跑 我带你去 来到一片灯火辉煌的位置 里面关着门 原心碎说道 就是这里 樱念前脚刚走进去 就看见了里面乌泱泱的一片人群 不要急 摆放护甲衣的柜台前面 一个男人笑眯眯地看着人挤人的场面大声说 人灵近护甲衣裳二层 地灵近三层 天灵近四层 樱念带着被挤得有些烦躁的原心碎好好的排队 却突然听见旁边排着的队伍里有一群人在唠嗑 你们听说了吗 那历程经家 李家 向天宗那几个势力的领头人还有长老呢 都没了 这么狠 旁边的人直接凑过去 惊讶道 是谁干的呀 你们肯定想不到 是赤鬼谷干的 而且赤鬼谷谷主出现了 什么 周围那些竖着耳朵听的人不敢置信地问 谷主 还真有谷主啊 男人摇头摆脑 仿佛自己看见了一样 听说是他们策反了一些赤鬼谷的人 想拿到赤鬼谷一些稀有阵法 而且最神奇的是 那位谷主一招手 就能引动无数灵力 完全不用担心自身灵力枯竭 就是靠着这招 让那些势力的人对他束手无策 吹吧你 哈哈 哪有这么厉害的 大家刚嘲笑出声 就看见面前凝出了几颗灵力猪 这些灵力猪蹦蹦跳跳的 嫌弃地避开他们 然后兴奋地涌进了一个男人的身体里 周围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大家看向袁心碎 只见他靠在阴念身边垂着眼 突然转身看了他们一眼 袁心碎眼底一片幽黑 这些人叽叽喳喳地 吵死了 他虽生在尘埃 骨子里却透着高贵的气质 哪怕穿一件老妖婆随手丢弃的破抹布 也能让人羡慕到眼红 就在刚刚袁心碎 带着阴念来到天意洲最豪华的尖楼 一个全身笼罩在灰袍里的男人 也从大门口悄悄地走了进来 灰袍人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 完全看不清脸 但他倒是能看清楚在尖楼里的这些人 这灰袍人便是当日在望天山上 抓到了阴念走后一缕浮动摩弃的那人 也幸好阴念走得早 忽然这会儿必定被认出来 他本是极其看不上这些灵力低等的废物 可目光一到阴念和袁心碎两人身上十顿了顿 尤其是看见那些灵力猪圆圆不断地往袁心碎身上涌的时候 他眼瞳狠狠地缩了缩 灰袍人低着头往角落走 真是倒霉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小神经强者 阴念看了一眼那些柜台上的护甲衣 这些护甲衣都是灵体实力穿的 他看不上 我们得去二楼看 阴念就对着袁心碎说了这么一句 原本熙熙攘攘的楼梯瞬间就清空了道 阴念惊呆了 阴念带着袁心碎就走上了二楼 灰袍人为躲避袁心碎和阴念提前上了二楼 他在最角落的座位上刚坐下 看到碎碎念念后一眼晦气 怎么他们也要买人临近的护甲衣 就在这时响起了沉沉的堕地声 一个满身横肉的男人满头大汗抱着一个沉甸甸的盒子上来了 在场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倍 甚至有的常客已经开口问了 今天有几件护甲衣啊 男人将盒子猛地放在桌子上 几件 男人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一件 什么 就一件 底下顿时炸锅了 全都开始数兜里的灵精 就一件的话 竞争得多激烈 他们身上的钱也不知道够不够 是什么等级的呀 有人小心问道 什么等级 负责拍卖的男人突然对着众人笑了笑 缓缓吐出两个让所有人都肝胆俱颤的字 几品 有个宗门的少爷一脚踹在了自己的家仆身上 愣着干什么 还不回家给少爷取更多的灵精来 男人继续开口说道 这极品护甲衣的断造师说了 今日这一件极品 不谈灵精 只谈两个字 众人悄悄地竖起耳朵 男人缓缓伸出两根手指头 随 别 众人一头雾水 啥意思 那断造师说了 这极品护甲衣有灵性 会自己选择主人 男人指了指刚才踩出来的深坑 得不到护甲衣的承认 此甲会重于千斤 无法战斗 反之若此甲认你为主 则轻如红毛 刻笛时兼如磐石 断造师说了 不收一颗灵精 能得此甲认主 直接拿走 那便是缘分到了 应念看向那个盒子轻声道 还真是怪脾气的断造师 打造了怪脾气的护甲衣 而应念不知道 此时在这楼的顶层 正有两人默默观察着这一切 其中一人正是这间楼楼主 叶大师 您今日可真是大方 有灵性的极品 你可是很难打造出来的 这么大一份礼 是要便宜给谁啊 这位叶大师闭眼相识 在等待着什么 你错了 得便宜的人不是拿了我护甲衣的人 是我自己 这是一件有灵性的护甲衣 若得此甲认主战斗时 便可轻如红毛 尖如磐石 此甲的锻造者 叶安一直在等待着有缘人 就连这间楼楼主都忍不住要嫉妒了 这么大的便宜是要给谁 叶安却解释便宜 当然是要给他自己 楼主眯起眼睛问道 此话怎讲 可叶安却不愿意再说了 行 你不想说的是 谁能撬得开你叶安大师的嘴巴呢 楼主给他倒了一杯茶 咱们也就继续喝茶吧 他看向热闹的楼下继续说道 不过今日这名声都没打出去 指定引不来你要引的人 叶安笑了笑 还是保持着那副样子 他声音很平静 却透着不容质疑的坚定 没关系 多久我都能等 而此时的楼下 宁燕看着那踊跃上前征做第一的人们 搓了搓自己的鼻子 念念不去吗 原心碎看着他说 你不是想要吗 我 等他们都弄完备 反正这东西随人 急不得 宁燕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拍卖师看向众人笑嘻嘻地说道 谁先来 一群人顿时涌上去了 第一个人期待地将自己的手 放在了盒子上 网上一提 盒子一动不动 重有千金 怎么会 他失落不已 还想再试试 却已经被男人轰走了 后面的人又兴冲冲地上 可毫不意外 他也不是 后面越来越多的人杀鱼而归 这样那些坚定信奉自己 就是天选之子的人 逐渐地冷静了下来 还有人没有 不知不觉 这里的人竟然都试了个变 却见角落一个灰袍人 缓缓地站起来了 我还没事 他声音嘶哑 站起来时大家明显一愣 那角落还有人呢 刚才都没发现 灵力如此低微 看来又是个不自量力的人 看他那样子 还不如他们那些人呢 灰袍人看了袁心碎一眼 还好 他没有看过来 袁心碎正在看旁边的英念 英念等别人排队等睡着了 连日战斗的疲劳此刻竞数爆发 他一个没忍住就靠着袁心碎睡着了 袁心碎此刻正笑着让英念睡在自己的肩上 然后一点点地帮他梳理着头发 你来吧 嗨迈的男人朝着灰袍人招手 灰袍人看着这盒子 也是很满意 极品护甲 用来给他的爱徒做生辰鹤里是最好不过 他的手落在了盒子上 一台 果然有千斤之重 但对他来说并不难 只见灰袍人不动声色的 将这东西拿了起来 而且是轻轻松松地拿了起来 周围人一片惊呼 哈 居然举起来了 楼上的叶安刷的一下就睁开了眼睛 眼中似有风暴凝聚 楼主也瞪大了眼睛向下望去 这就找到了 这个男人不顾一切要找的有缘人 竟是英念 袁心碎的情敌就这么出现了 就在刚刚 灰袍人不动声色地将盒子举起来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甚至于连间楼楼主都认为 这么轻松便找到了护甲衣的主人 灰袍人装出这东西很轻的样子 拿着盒子转身就要走人 边走还边说道 哈哈 看来我便是这有缘人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丛令了 这么好的东西 拿回去就算他徒弟无法用 他也不许别人用 一边就是在此刻骤声 那盒子猛地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他突然一个抖动 一个360度的空中旋转 狠狠一灯 灯开了这男人 又砰的一声落回了桌子上 动作间对灰袍人是满满的嫌弃 众人大笑 哈哈哈哈 别以为今日有人能拿走这护甲 没曾想这东西竟如此有灵气 叶安剑撞叹了口气 双眼又闭了回去 楼主猛地大笑 哈哈哈哈 叶安啊叶安 我说以你的聪慧 不该不明白 若是有地临近十里以上的人 拿动这玩意儿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我还等着你吃亏呢 没想到你早已料到这一点 楼下拍卖狮摇摇摇头说道 好 那既然没有人要再试 那我便把这东西收回去了 不过一想到明日监楼将要被踏破的场景 便笑了笑继续说道 对了诸位 监楼受圣山宗所拖来告知各位 三日后马上就要举行的圣山宗弟子大赛 老宗主主持 请各位有空的 务必要赏个脸 传播消息 天一周当属监楼最快 楼主与那老宗主是很好的忘年交 自然要帮着宣传一下 拍卖狮说完深吸一口气 抱着这盒子准备离开 可盒子却又开始疯狂地抖 一开始盒子就知道要找的人是谁 可那人竟然说盒子是个怪盒子 盒子不高兴 打算晾一晾它 它左等右等 等的那个人竟然还在睡觉 盒子的傲娇终于挺不住了 猛地正脱开男人的手 朝着音念的方向飞了过去 然后砰的一声 被圆心碎皱着眉头一巴掌拍了出去 那盒子被拍在了地上 委屈地直打转 圆心碎飞着脸 这东西要是撞念念脸上人不就被撞醒了吗 盒子委屈啊 它也太难了 别人都争它抢它 它现在自己飞过来送上门还不要 音念被声音给吵醒了 它猛地直起身子 看见了那盒子蹭到了它腿上 音念吓了一跳 这什么玩意儿 然后一脚就将这盒子给蹬开了 盒子趴击一下又被踢了出去 而且这次飞得更远 直接就贴在了墙壁上 在场中人都看傻了 有人甚至直接问 你 你就这么把它给踢出去了 对啊 不然呢 音念终于回过神来了 这不是那个装着极品护甲衣的盒子吗 他抬起头看着那拍卖尸 你不是说它很重吗 也不重了 踢坏了可不怪我 楼上的叶安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这就找到了 他的视线透过那层层屏障 直接看见了底下的情景 旁边楼主也不喝茶了 老叶 这就是一个小姑娘啊 你紧张什么 华丽的衣服只能养眼 能抵御公鸡的衣服才能贪嗔霸气 这个男人为寻他的同路人 煞费心思 将所有的秘密融入至这件护甲衣中 护甲衣对众人接种于千金 唯独对音念轻如鸿毛 护甲衣认主的那一刻 叶安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先楼楼主调侃道 老叶 这就是一个小姑娘啊 你紧张什么 监楼楼主心里却一个咯噔 他看了一眼盈念那张堪称花蓉月貌的脸 又看了看自己这个成名已久 却从来不找女人的老朋友 他不会是春心萌动了吧 也不对啊 老叶不是这种人 那姑娘太小了 监楼楼主晃了晃脑袋 难不成 老叶是想要个徒弟 底下的盈念已经在众人震惊的一片目光中 走到了那盒子旁边 盒子生气了 还往旁边跳开一步 盈念一把将盒子抱在怀里 盈念一把将盒子抱在怀里 哎呀 还挺有脾气的 他看向拍卖的男人问 这算是我能拿走吗 男人目着脸只向盒子回答 你别问我 你问他啊 盈念刚要皱眉 那盒子竟然自己就打开了 不是盒子在动 是里面的护甲衣顶着盒子在动 他直接飘了起来 乖巧地落在了盈念的手上 这就是极品护甲衣 盈念看着乖巧地躺在自己手上的那块布 觉得惊奇 这东西要怎么穿呀 似乎是听明白了他的话 那层皮直接飘了起来贴在了盈念的身上 火红色长裙直接变成了墨黑色长裙 长裙边缘还有金色的纹路贴边 看上去多了一丝霸气 衣服的坚固程度直接提升了数十倍 原心碎仔细地打量着盈念 最后点头总结道 衣服好看 盈念也高兴 甚至觉得自己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 灵兽喜欢他是因为有灵兽亲和力啊 这护甲衣为什么选择他 这个就给我了 能穿走 盈念再次向拍卖师确认 那拍卖师抬头看了一眼楼上 楼主看着叶安莫许地点了点头 穿走吧 盈念又问 这护甲衣叫什么名字 极品总该有个名字吧 涅槃 拍卖师叹了一口气 也逐渐地缓了过来 这也是涅槃的主人希望的责主方式 你好好用 别剁了他的威名 盈念挑眉 叫涅槃 那会不会和他的凤云有关系呢 我能见见涅槃的主人吗 盈念谨慎问道 拍卖师摆了白手说道 叶安大师从来不见生人 他是现足最后的一个生脉 被封印在白头山下五百年 世人在他眼里皆如蝼蚁 唯独念念是他眼底的一片星光 今日他对念念敞开心扉 讲起了自己的曾经 就在刚刚一念的涅槃任主 他想要见一见 打造涅槃的锻造师当面致谢 不料拍卖师却直接拒绝了 叶安大师从来不见生人 谁知这话一出众人惊呆了 这竟然是叶安大师的作品 众所周知叶安傲然自持 听说上次五周周家家主 特意去求一件人临近的护甲衣 都被叶安拒见 见不到人的因念 觉得也有些失望 但也还算理解 高人嘛 没点脾气还能叫高人 替我谢谢叶安大师 我一定会好好用涅槃的 因念这话说得很大声 他相信那位大师 也一定能听到 楼上的叶安紧紧地 握住了自己的拳头 他死死地盯着下面的因念 唇角抿得很紧 眉间竟是激动的神采 尖楼楼主忍不住问 你下去见见 见因念转身离开 叶安松了一口气说道 不急 因念和袁心碎一起走出尖楼 袁心碎走在后面 刚走出几步 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情 一般折了回去 念念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办点事情 然后他跑到拍卖师面前 递给他的一颗灵精 拍卖师一脸诧异 袁心碎难得地解释 念念说了 拿了别人的东西要给钱 拍卖师看着那孤零零的一颗灵精 抖着手感怒不敢言 一颗灵精 他在小瞧叶安大师的护甲衣 走出尖楼的袁心碎 看上去心情不错 念念 我们走吧 因念好奇 你干什么了 这么开心 袁心碎认真用手比划着 我刚刚附了一颗灵精 作为我们拿走这件护甲衣的报酬 因念忍不住抽了抽唇角 一颗 袁心碎一脸高傲地回答 对啊 你之前也是附了一颗灵精啊 不等袁心碎反应过来 念念快速地向尖楼跑去 他拿回拍卖师手中的那颗灵精说道 不好意思啊 他和你说笑的 说完连忙就拉着袁心碎 快速地离开尖楼 也幸好袁心碎是小神经强者 不然他这样走在外面 铁钉是要挨打的 直到走到另一条街道 因念缓下了脚步 摸了摸自己黑色的裙 说道 我还觉得这事不真实呢 他也不是钻牛脚尖的人 回头对着袁心碎说道 不想了 反正这事是我占便宜了 算我欠叶安一个人情 他心情愉悦地向前奔走着 却发现 哇 你看 灭盘还可以变成我原本衣服的颜色呢 二人就这样慢悠悠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 因念突然看向袁心碎 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袁心碎 你这名谁给你起的呀 我娘亲 袁心碎面无表情的道 一念点了点头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问下去 因为这名怎么说呢 心碎心碎 听得挺娜什么的 念念是老妖婆起的 说念是取自心心念念的念 是饱含了祝福意味的 他不知道 袁心碎的名字 又包含了什么意思在里面呢 袁心碎却神情平静地说 我刚生出来的时候体弱 快要夭折之际 是我阿爹去东海之境 与魔龙大战了几天几夜 魔龙咬伤了 那魔龙的牙具毒无比 阿爹没有挺过去 所以死了 我阿爹本给我起的名字是袁碎 说是希望我碎恶碎恶 阿爹死后 我阿娘便在我的名字中间加了个心字 那时候我很小 阿娘这么叫我我也没问为什么 后来娘亲死了 我也永远都不会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起名了 其实也还好 叫什么都无所谓 反正他们都不在了 袁心碎眼底映着周围的灯火 好似给那一点冰冷包裹了暖 其实我更喜欢你喊我的名字 念念 你多喊喊我吧 听着袁心碎的这些话 念念有些心疼 半晌后 她笑了笑回应道 嗯 连睡睡 这个男人究竟和念念是什么关系 为何第一次见面念念就感觉到了久违的熟悉感 就在刚刚 碎碎对着念念讲述着童年的故事 就在念念听着如痴如醉时 却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和一阵名笑声 把那小子的脸给我掰过来 让他看看不还钱的下场 英念拉着袁心碎追随着声音向那边走去 走 去看看 往前走了一段 英念看见了一副让人汗毛利起的场景 在巷子里 是那家卖兵铺的老板 一个男人正将人踢来踢去 空气中弥漫着鲜血的味道 而另一边几人正抓着一个孩子 让他强行看着这一切 那男人指着那孩子笑着说 来啊 看看你爹 飞得多欢快 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眼泪大颗大颗的向下滚落 英念认得那孩子 刚才就是那孩子笑着从他手上拿走了一颗灵精 喊他姐姐 小东西哭得我烦死了 男人目光一狠 刚想对着小孩做些什么 却发现了自己脚旁多了一个影子 那影子黑沉沉地立在他身边 在月色的扭曲下延伸到了他面前 男人缓缓抬起头 对上了站在不远处的英念和原心碎 呦 男人顿时松开了孩子 他目光落在英念那张脸上 笑着说 这是打哪来的小美人啊 他直接冲着英念伸出了手 同时给周围人打了个眼色 英念被包围了起来 别害怕啊 他眼底闪动着恶意的光 哥哥们只是在玩游戏 他欠了我们钱 欠债还命 天经地义 那手眼看就要摸到英念的脸 可下一秒 英念冷着脸 浑身的魔元素瞬间爆发 他实在是太生气了 一时之间竟然没有摁住自己身上的魔元素 魔元素在灵力的包裹下 直接带着法器展出了权力一击 威力翻倍 那速度快的只让这男人觉得眼前光滑一闪 然后 那只伸出来的手竟然被英念直接起根窃下 哐的一声 断开的手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英念眼神冰冷 语气中满满的杀意 狗挡道 我杀狗 天经地义 男人大叫了起来 被切断的手血流如注 杀了他 给我杀了这个贱人 元心碎看着这些人都挺弱的 他问向英念 留给你练手 英念点了点头 可元心碎却在这时候又转过身 看向了身后漆黑的巷子说 后面跟着的那个 出来吧 别跟了 刚才英念要被摸到的那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身后暴动的气息 话音落下 穿着白衣的叶安缓缓从巷子走出来说道 我没有恶意的 前面的英念回头看了一眼叶安 这又是谁 怎么会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你别管 元心碎挡在他面前 这人交给我 你去练手吧 后面那群被无视的恶人再次发怒 围住这女的 包抄他 几人拿着法器就直接对着英念哭杀了过来 英念拿出木箫 放到嘴边一吹 几个大男人同时浑身一震 动作在他们惊骇的目光中不受控制的变慢 而英念毫不犹豫的 拿起长剑就对着那领头的那人攻了过去 男人眼瞳猛地放大 一咬舌尖雕出了一口血 一个巨大的盾牌直接出现在了他面前 盾牌上出现了无数的历次 当的一声 英念常见斩在那盾牌上 盾牌竟然分毫不动 与此同时 一股浓郁的恶臭随着这男人咬舌吐血的动作直接弥漫了出来 叶安和英念齐齐面色一变 休闲师 今天又是减便宜的一天 这不装备简直太撒了吧 就在刚刚英念为这可怜的娃打抱不平拔刀相助 对方咬舌激活了新的技能 叶安和英念齐齐面色一变 休闲师 血里带着这种腐烂臭味的除了休闲师也没有别的人了 英念脸上略过一抹深深的厌恶 休闲师和白家那些败类一样的手段 靠牺牲别人来增长自己的实力 男人满脸的邪笑 小娘们 这就是你的底牌不成 今天也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滋味 用这个 身后叶安突然朝着英念递过了一柄红色的伞 那伞刷拉一下冒出了两只小手手 鲜红的散面上还有两只硕大的眼睛 冲着英念眨了眨 英念眉头狠狠的一跳 又是一件极平法器 感觉到英念对自己的警惕 叶安着急道 我是涅槃的主人 你尽管用我的法器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认识英女 你别担心我会害你 当他说出英女两个字的时候 英念心头已是狠狠一震 老妖婆 这人 知道魔族 英女 曾经魔族的首领英女 那断了一臂的男人瞳孔发抖 原来你就是那个魔族余孽 去死吧 那男人直接对着英念冲了过来 只见那红伞自己挡在英念面前 喷一声撑开 男人的法器根本穿不破红伞 伞顶还窜出无数的剑尖 英念一惊 拱手一体的宝贝 红伞瞬间收回 讨好事地对着英念眨巴着眼睛 英念看了叶安一眼 见原心碎仔细地盯着那伞 看了两眼后朝他点头 这才毫不犹豫地一把抓住了红伞散骨 灵力灌入法器之中 没想到又是一件称心如意的法器 那些恶人见这件极品挨脱不小 此时不跑就是找死啊 原心碎皱起眉 他抬手对着几人 直接用一个阵法压住 爆炸声响起 男文刺鼻的恶臭 让原心碎一脸嫌弃地捂住了自己的鼻子 还有一个呢 叶安看着那独臂男人下意识地问 原心碎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本想一巴掌把人扇出去 但是想到念念还挺喜欢这个人 做出来的东西就忍住了 那个留给念念 他恶气不出 会睡不着觉的 原心碎瞥了他一眼上前一步说 念念我带你追 话都还没说完 面前白光一闪 那只大天马已经到了英念的面前 冲他不断地甩臀摆尾 是英念念上马 比速度小马还没怕过 英念立刻翻身上马 化成了一道流光窜了出去 片刻之后 英念就回来了 他坐在天马的背上 扔下手上拎着的东西 是那人的手机 这人知道了他的身份 所以英念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跑的 小男孩抱着自己父亲的尸身 跪在旁边 仿佛被抽干了灵魂一样 一件衣服披在了孩子身上 孩子浑身扎抖 姐姐 我父亲死了 这些人是坏人 是 他们是坏人 但是坏人已经死了 孩子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怀里掏出一把碎金 哭着说 姐姐 这是父亲说要还给你的 英念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只是出门买件衣服 却遇上了这么多的热闹 先是碎碎抢了人家的碎碎兵 既然巧合下又得到了 独一无二的战役 如今碎碎兵的老板又被休闲式残杀 生前还叮嘱孩子 一定要把碎金还给英念 英念看着那把碎金愣住了 其实他都忘记这个事情了 这么淳朴的老实人就这么死去 实在太可惜了 英念痛心问道 他们为什么找你父亲 你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吗 我父亲欠他们钱 可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孩子紧领着唇 眼泪还一直都往下掉 英念皱着眉看向了袁心碎 想问这孩子该怎么办 算了吧 袁心碎他能知道才怪了 碧安往前一步说道 天一周有专门收容这些父母 被休闲式害死的孩子 我陪你将这孩子送过去 英念有心想问问英女的事情 但叶安却看了一眼这孩子说 送完孩子我们再聊 放心 我肯定将你的疑惑 一五一十地解答清楚 叶安对孩子十分耐心 和英念一起带着这孩子 将他父亲给葬了 才牵着孩子去往那收容他们的地方 就在几人离开之后不久 一道灰袍人脚步 匆匆地来到了这条巷子 徒儿 徒儿 灰袍人目自欲裂 满地的臭味代表了 他徒儿是欲害了 尸体早就被英念处理掉了 那独臂男人竟然是这老头的爱徒 这老头想要拿涅槃 也是为了自己的这爱徒 地上还有一滩血迹未干透 灰袍人犹如枯爪的手 颤抖地摸在那滩血迹上 熟悉的气息让他猛地呕出一口血来 这血竟然比地上那滩还要恶臭十倍不止 是谁杀了你 为师定要让他受千刀万剐之痛 说着 这灰袍人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将手掌覆盖在他徒儿那滩血迹上 取灵 灰袍人声音尖锐 这是他的一个特殊手段 可以见到死者生前的记忆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有这个胆子 灰袍人说完 眼前竟然缓缓浮现出了阴袍的脸 竟然 竟然是他 灰袍人双眼血红 我定要杀了你为我徒儿报仇 这时 叶安已经带了阴袍和原心碎来到了目的地 这就是童院 阴袍看着那一个像是学院的地方问道 叶安介绍道 童院在五周都有设例 这里的孩子接受恩惠长大了之后会回报童院 姐姐 我还能回去看我爹爹吗 男孩好似一夜之间长大了很多 当然可以 童院并不禁锢你的自由 你好好修炼 以后为你爹报仇 男孩对阴袍很有好感 好 姐姐 我叫简宝 你住在哪里啊 我以后可以来找你吗 阴袍笑了笑说 我住在圣山宗 叫阴袍 你要是被人欺负了就来找我 阴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只是出门买件衣服 却凭空多了一个干爹 就在刚刚阴袍送这个可怜娃进童院修炼 男孩依依不舍得被那童院的老师带了进去 看着阴袍满脸的笑容 叶安突然道 这地方你以后也可以来看看 圣山宗那种地方有血性的人不多 给你带来的帮助应该不大 童院这边也有不少狠角色 这些往后再提 阴袍看向了这男人 眼神就没有刚才对着简宝时那么温柔了 你和我说说看 你是怎么知道我阿娘的 可男人的脸色竟然在这一刻骤然变了 阿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男人眼睛里密集地起了一片的红血丝 你说她是你的阿娘 她过于激动 导致身上的气息不稳地荡出 圆心碎一把拉过了阴念 冷眼看着这男人声音冰冷地道 你是不是想死 男人肩膀骤然一垮 在阴念惊悚的眼神中 像是伤透心了一般地道 原来 原来她已经在魔剑寻到了一中人了 阴念的嘴角狠狠地向下一坠 她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懂了 神情看上去有些嫌弃地解释 干娘 男人的眼睛刷得一下明亮了 她目光灼灼地盯着阴念兴奋道 认的呀 你不是亲生的呀 阴念内心怀疑男人的智商术 哈哈哈哈 突然耳边就爆发出了 叶安洪亮的笑声 这下就连原心碎都皱起了眉头 她拉着阴念的手 这人是脑子有病吗 念念你离他远点 谁知道这病会不会传染呢 要是换个人这么说 叶安他早就黑了脸了 可这会儿从地狱到天堂的叶安 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了什么 她大笑过后 那张素来冰冷的脸上 竟然浮现出了丝丝缕缕的红韵 然后戚戚爱爱的对着阴念说 那他既然是你认的阿娘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喊我一声阿爹的 阴念当场就愣住了 他带着原心碎满脸警惕地往后退了三步 这年头还有人赶着上前让人认爹的 这人喜欢老妖婆 你别害怕 我真和你阿娘认识 叶安见阴念一张脸上满是警惕惊恐 顿时就慌张地摆摆手 无限我们现在回去魔剑 隔着封印你问问 阴念眯起眼睛打亮他 你到底是魔族还是人族 我自然是魔族 叶安微笑道 只是我是魔族里第一个灵魔体 就算是在五周 只要我藏得好就没人能发现 你也是灵魔体对吧 之前万寿国说出了魔族余孽的时候 我就去找过 可没找到你 后来我回了一趟魔剑 根据两个大土豆大的信息 我猜你可能来五周了 五周太大了不好找 我便拿出了一件只有灵魔体 才能用的极品护甲衣 想着放出消息 你没有护甲衣便一定会来 这护甲衣只会选择灵魔体 土豆大 听了这么多 阴念瞬间就抓准了最重要的话 你都见到小可爱了 为什么不去找我阿娘 还有 整个魔族都被封印了 怎么就你一个没被封印 说起阴女 叶安的脸就刷得一下就红了 我 其实我是被阴女赶出魔族的 当年魔族出世的时候 我并不在族内 所以也没被封印进去 阴女不肯出来见我 所以我只能问窜出来的土豆大 为什么 阴念立刻问 叶安的脸顿时就更红了 这个你小孩子家家就别问了 叶安坦荡道 你信不过我的话 你去魔族那边问一问我这人就行了 其实他这么说下来 阴念已经信了几分了 剩下的等他回去和魔族的大家伙 确认一下 阴念的警惕心是很重的 他刚想要将红伞和涅槃还回去 还没开口 面前白光一闪 叶安竟然一撩袖跑了 边跑还留下话 这个你拿着用 我还有很多 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提 弟子大赛我一定来看你 这一集看到我直接露出了一母像 这也太好磕了吧 就在刚刚阴念凭空冒出了的干爹 出手就送了阴念两件制保护甲衣和灵散 阴念对这个来路不明的新爹 还是心存着警惕 心想向魔剑确定好了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收拾 不等阴念开口 叶安竟然一撩袖跑了 阴念拿着那红伞尴尬地立在了半空中 红伞上的两只大眼睛盯着阴念 阴念也盯着他 尴尬又不失礼貌地向他打了个招呼 红伞上的大眼睛眨巴眨巴 冲着阴念弯了起来 像是在讨好的笑 他一笑 这伞就红得更鲜艳了 在黑夜里就像是发光的大红灯笼一样 小苗气死了 这年头一把伞都要勾引人了 他气得直接跳到了伞面上 一叶子拍得下去 不许笑 对谁笑呢你 那伞竟然是听懂了 那双眼睛顿时就露出了哀伤的神情 刷的一下那红色的伞面 竟然变成了漆黑的颜色 阴念一脸惊奇 竟然还会变色 阴念灰了灰这伞 结果一下没控制好灵力 攻击到了苗苗身上 小心 阴念顿时收容那灵力 可苗苗还是蹭到了一点边边 但是不至于伤到他 阴念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刻 他却看见小苗整个无比悲伤地瘫软了下去 他蜷缩起来 整颗苗无精打采了 我就是一颗废苗了呜呜 他竟然开始莫名地消沉了 圆心碎看了一眼这伞叉一道 这法器倒还不错 散灵的心情还会影响别人的心情 这恐怕是一件比涅槃还要极品的法器 阴念将颓废的小苗接住 用灵力安抚了下将他揣进了兜里 他看向圆心碎说道 你摆一个阵法要很久吧 圆心碎回答 到魔剑吗 我自己挺快的 带上你的话 时间要久一点 可能会赶不上你的弟子大赛 我帮你回去问问 可以吗 阴念其实很想回去看看魔物们 但是弟子大赛还是要参加的 没有什么比进入藏书阁 找到解开封印的事情更重要 圆心碎用着迷人的微笑回答 当然可以 念念突然有些感慨 要是我也能用阵法就好了 圆心碎却说道 你能用啊 我教你学阵法就可以了 阴念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你别逗了 阵法师这东西不是要看天赋的吗 说是需要精神力才可以 我没感觉到我身上有精神力 话音刚落 阴念整个人直接被圆心碎拉了过去 两人浪漫的悬挂在半空中 两人四目相对 周围一片安静 评论区回复爱心 今日你也会甜甜蜜蜜 下一秒 两人额头相顶 圆心碎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念念你有啊 圆心碎蹭了蹭他的额头 精神力就在里面 念念修红了脸后退一步 你怎么发现的 他摸了摸自己的脑门问道 在哪 圆心碎拉开他的手 轻轻地绕过了他的眉心 点在了后脑的中间 在这里 若是有一戏 便是用来储存精神力的地方 圆心碎趁机还揉了揉阴念的头发 我帮你梳头发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我要怎么用 阴念迫不及待地问 圆心碎皱紧眉头 他的修炼都是水到渠成 他的精神力也是自然而然睡了一觉就有了 圆心碎思虑片刻说道 要不你也睡一觉吧 大家都知道睡觉可以长高 可以躺赢 那么你有没有想到睡觉也可以修炼呢 圆心碎就是这么个幸运 他自小打白头山下长大 浑身的灵力也是睡觉时增长的 如今阴念想要学习修炼正法 他竟然告诉阴念 要不你也睡一觉吧 圆心碎从自己的空间法器里 捞出了一根长箱说道 你睡觉的时候点这个 这么简单啊 阴念高兴地接过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小东西 圆心碎自信地点点头 对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我回一趟魔剑 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他们的吗 圆心碎还没忘记答应阴念的事情呢 阴念收好长箱 神情无比认真道 你就帮我告诉他们 我一定会找到方法 就他们出来的 圆心碎点了点头 阴念向圣山宗的方向起飞说道 这里离圣山宗很近了 我先回去了 阴念回到圣山宗的时候 弟子们加恋得更多了 而且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更发狠了 老宗主看到这一现象无比满意 圣山宗的弟子 本就该这样充满血性 看到阴念的时候 老宗主眼前一惊 他拦住了阴念问道 丫头 明日早上就要进行弟子大赛了 有把握吗 阴念笑了笑 面对着老宗主也不害怕 腰板挺得很直 把握自然是有的 不然我也不会答应了 而且他有绝对不能输的理由 小丫头口气挺大 胆破不小 老宗主虽然话是这么说 眼底却都是欣赏 嘿嘿 我要是胆破小 我也不会进你们圣山宗的大门了是不是 阴念也挺喜欢这老宗主的 弟子们悄悄地看过来 心底酸得像是打翻了沉醋 老宗主就是喜欢阴念 每次说话都这么和颜悦色 这些弟子顿时练得就更加癫狂了 阴念看了一眼那些弟子 向老宗主说道 老宗主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他便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这次阴念没有带着满身伤口回来 那些弟子死死地盯着阴念 想知道他下一步修炼什么 有人忍不住问道 马上就要进行弟子大赛了 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阴念今天心情还算不错 知道魔族不止他一个人在外面 多少还是愉悦的 他难得地给了这些弟子一个好脸色 想了想说道 接下来 睡觉吧 弟子们手上的法器都差点没拿稳 我们明天可就要比赛了 是啊我知道啊 阴念贪手 就是因为要比赛了 所以我睡觉啊 为了觉醒精神力嘛 这不是 一旦觉醒了精神力 哪还怕不会弄症 说完阴念挥了挥手说道 你们接着练 我要去睡觉了 他不顾身后弟子们的争议 直接进了房间 房间内的三小只正在床上呼呼大睡 阴念将三个仔拱到床里边 点燃那长香 这香有这么神奇吗 睡一觉就会有奇效 管他呢 先睡了再说吧 他是睡着了 外面那些弟子们是彻底不行了 他们在外面累死累活地干 阴念竟然去睡觉了 一定是阴谋 难道我们想错了 大赛马上就要来了 即便我们练 也不会突破 倒不如好好地睡一觉 养精蓄锐 其他人听了这话直接痛哭道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太狡猾了 阴念这人果然心机深沉 他们也要去睡觉 明天以饱满的状态迎战阴念 他是天之骄子 睡一觉灵力都争先恐后涌进他的身体 对于他的念念他也有同样的信心 睡觉就可以觉醒精神力 就在刚刚阴念向原心碎讨教修炼阵法的方法 他正要回去睡觉 圣山宗弟子却按骂阴念太狡猾了 他们都在拼命修炼 而阴念却回去养精蓄锐 一番商讨后 这群人也决定回去好好睡一觉 这样明天才能有精神 以最好的状态参加弟子大赛 看着他们一哄而散的老宗主一脸抽搐 这帮只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做事的家伙 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了 老宗主安慰自己 算了算了 左右不过是一晚上的时间 行不成太大的差距的 他也只能这么想了 不然要被这群人气死 而与此同时 正准备动身去魔剑的原心碎 正被大长老一把拉住 少主您说什么 大长老一脸的崩溃 您就把紫香直接给念姑娘 告诉他睡一觉就能觉醒精神力了 原心碎挥开他的手皱眉荡 有什么不对的吗 当然不对了 大长老捂着自己的头 少主 您是咱们现足万年难遇的天才啊 寻常人都是要影像入体的 光睡觉怎么行呢 我们得赶紧去找念姑娘啊 不然明天弟子赛他精神力就用不了了 原心碎面色不变 看着丛龙的画阵 他可以的 我的念念没有那么差劲 原心碎脚下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光阵成形 我要去魔剑一趟 如果明天来不及赶回来 你记得带人去看比赛 大长老公敬道 是 恭送少主 而此时 红在天意周的周家 周少玉正看着自己的妹妹周少柔就没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被圣仙仙欺负的事 周少柔撇嘴 哥你和圣仙仙不是同样的实力吗 你去帮我打也未必能打得过 还不如人家姑娘呢 长得美 还实力强大 一下就帮我打回去了 什么一样的实力 周少玉轻哼了一声 周少柔抱着胳膊说道 不都是九重灵体 说着 周少柔仿佛意识到什么一样 猛的瞪大的眼睛看着自己哥哥 哥 你终于突破灵体了 成了人灵静了 周少玉一笑 手上灵力涌现 比之前灵体的时候强横了十数倍 你现在还觉得你哥不能帮你教训那个圣仙仙吗 周少柔仙目道 不愧是我哥 不过你还是比不过那个姑娘 我跟你说那姑娘绝了 她都没动 就嗖嗖地把人给收拾了 可惜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 周少柔捧着脸失落道 她真的长得好漂亮啊 周少玉不屑道 等我以后有机会遇到了 定要和她打一场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强大 哥你肯定打不过她的 不过不是说明日圣山宗有弟子大赛吗 怎么那边今日这么安静啊 两兄妹站在房顶上远远地往圣山宗那边看 这要是以往 那些人不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吗 才看了两眼 底下就传来了自家老爹的怒吼声 两个小王八蛋 还不得老子滚下来 家里祠堂的屋顶是你们俩能踩的吗 睡不着 下来和老子练两把 周少玉和周少揉满脸的崩溃 完蛋了 又要被老爹当沙包了 千万不要做亏心事 不然容易被雷劈 就在刚刚 原心碎送了英念一根长箱 并告诉她这就是觉醒精神力的关键 英念只不过是想要试验下自己的精神力有多强 下一秒雷电便追着她满世界的跑 当所有人都认为英念在养精蓄锐时 殊不知此刻的她正处于一种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中 痛 大脑像是要裂开了一样的痛 她挣扎着想要醒却醒不过来 房间内 紫香燃烧生出的烟雾正将她团团围住 三只仔仔被烟雾枪的清醒过来 没有睡饱的拉拉哭着就要找主人 一转头却发现主人还在熟睡 拉拉正准备要掐灭这呛人的玩意儿 却被一旁的窝窝阻止了 别急 这烟味有点奇怪 拉拉这才安耐住了自己的小手 可是都过去一刻钟的主人怎么还没醒 而且主人看着很痛苦 窝窝蹲在英念的旁边 用力吸了点烟雾酿养自己的精神说道 这个真的是有好处的 这东西对精神力好 主人一定是想要觉醒精神力 我们再耐心等等吧 他眼睛没有睁开 可漆黑一片的视线却缓缓地清晰了起来 他看见了一团凝白色的小漩涡 又像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深坑 英念忍着痛心想 这就是阵法师的天学了吧 哗啦哗啦的水声开始冲击着英念的大脑 那乳白色的小坑里 竟然有碧蓝色的水开始晃荡 现在哪怕不睁开眼睛 英念此刻也能看见房间里的情况 清晰地传入他的脑袋里 大概能看见一百米的范围 英念不由地感叹 这精神力太神奇了 他笑眯眯地凝聚出精神力往辣辣背上一推 下一秒 辣辣哎呦 被推得一个屁股蹲坐在了地上 转头看看 这也没人了 小家伙瞬间不悦了 辣辣一脸凶残地转头瞪向百变 百变不服道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辣辣小抱脾气上来了 不是你弄倒的我吗 英念没忍住 睁开眼睛笑了起来 看到主人清醒过来 三只仔仔立马凑过来兴奋的 主人你醒了 突然天空顶上 轰的一声巨响就落了下来 这雷还不偏不倚 击穿了英念的屋顶 直直地朝着他来了 辣辣吓了一跳 主人 这是什么情况 英念瞪大了眼睛 不是 我觉醒个精神力还要遭雷劈 圣山宗的人这会儿都成了一个个的傻瓜蛋了 他们睡了饱饱的一觉 起来就发现英念那房顶上面乌云笼罩 天地变色的 还就变他那一小块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全猛了 英念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 老天爷都要劈他呢 哈哈 想必也是老天爷看不过眼教训他一顿呢 他是被上天抚摸过的女孩 有着强大的娘家背景 影视的无敌世门 还有一个超能帅气的男友坐后盾 现在这雷电竟和他开玩笑满世界追着他跑着弯 圣山宗一群刚睡醒的弟子连头发都没捋顺呢 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幸灾乐祸起来 英念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 连老天爷都要劈他呢 可这些人里 只有一个弟子阴沉着脸 这弟子是圣山宗少有的觉醒了精神力的弟子 他扶我道 都别笑了 只见那弟子的手都在捅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紫色雷霆 那是觉醒精神力引来的天雷 你们懂什么 另一个弟子就没说 可是觉醒精神力并不会引起天地变色呀 那是普通人 天赋一般 不 天赋上乘自然也是招不了雷的 除非 天赋一柄从而引发天度 弟子越说脸越苍白 一会之间也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 紫色雷霆一道紧跟着一道 追着英念劈下来 英念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狼狈地跑出房间 边跑还边回头说道 辣辣 你们待在房内 这雷电只是针对我而已 他开始奋力地东跑西窜 轰的一下 紫色雷霆掀翻了大食堂的屋顶 弟子们一个个脸色煞白 这会儿是真笑不出来了 那雷咋回事啊 为啥每次都擦着英念的边边劈 还正好劈到他们圣山宗的屋子 该不会只是吓吓他吧 英念可不知道这些 只觉得自己实在倒霉透顶了 也就是在这时 那些大小势力的代表们都来参加这次的弟子赛了 呦 尖楼楼主是第一个来的 他看见英念就笑眯了眼睛 这小家伙也在呢 其他势力的人盯着那紫色雷霆 盯着眼睛都要冒险了 满是羡慕地对老宗主说 老宗主 不得了啊 这位是你们成山宗的弟子吧 老宗主的心口猛的一通 这可不是他们的弟子 那些被雷劈的那些屋子倒是圣山宗的 但他还是咬着牙说 他不是我们圣山宗的 就在这时 大家就听见了一阵骚动声 一个身影瞬间落在了他们的面前 众人一惊 这不是叶安大师吗 叶安很快就看到 正被雷追着跑的英念了 他满脸担心地喊 念念你过来 爹爹帮你挡雷 英念脚下一滑 差点一脸贴面撞满脸血 他是谁的爹 众人也都一脸见了鬼的神情 他们看向叶安 那焦急的神情 就是活脱脱的慈父之情 先搂搂主嘴巴就没合上 慈生女 但很快英念的怒吼声就传了过来 你是谁的爹 别胡说八道败坏我阿娘的名声 他名义上还是庄家的人呢 这他娘的都是什么事啊 大家那脸顿时就皱在了一起 活脱脱的五周桃色八卦呀 就在这时周家老头 也带着一儿一女来到了圣山宗 周少柔很快也看到了那个雷女 天 那不是那个漂亮姑娘吗 她直接拨开人群 对英念招手 嘿 漂亮姐姐看我 她有着强大的娘家背景 影视的无敌世门 还有一个活了千年的 不老男友坐后盾 正当大家都在关心 这个被天打雷劈的女孩 到底是谁家的 一个巨大的光阵 就出现在大家的头顶 大长老来到圣山宗 就看见英念正被雷追着皮 他脑海里顿时就浮现出了 原心碎那张脸 这有什么难的 睡一觉的是 大长老愣了一下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竟和少主一样都是妖孽 他立刻对赤鬼谷的人大喊 快 列阵避雷 众人就看见平常眼高于顶的 这些阵法是一个个殷勤的 将英念围了起来 哗啦一下就撑在了英念的头顶 一道又一道的落雷 被那大阵给吸了进去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英念是赤鬼谷的呀 难怪擅长精神力 就在这时 老乞丐标志性的大笑声传了过来 哈哈哈哈 乖徒儿 师父来了 英念欣喜地看向老乞丐大喊了一声 师父 老宗主嘴角抽了抽 果然 英念的邋遢鬼师父在这种大场合能不来 众人奇奇诧异 所以这个英念到底是哪家的 老乞丐到了英念旁边后就恢复了正常体型 看着天上的雷一叨叨地往英念身上踢 好在都被阵法给挡住了 老乞丐乐地直笑 徒弟呀你做什么了要被雷追着劈 英念撇了撇嘴 这肯定是半路上剪的假师父 好在雷也不是无止境的劈 后面的雷就变得越来越小 终于平静了下来之后 老宗主也不想大家再关注英念了 立刻振臂一挥 各位长老便各自到了自己的位置 王尔沟他们显然也是要参赛的 他朝向英念招了招手 小师妹 这边 庄贤将英念拉到一旁 看了一眼叶安有些窘迫的问道 师妹 那人真是你爹爹啊 英念立刻摇头 怎么可能 不是不是 他自个儿瞎扯的 这么说庄贤就放心了 毕竟英念的身份排用的还是庄家的 这时英念感觉到了旁边一道 带着浓烈仇恨的目光 英念迎着这目光看过去 对上了好久不见的苏林燕的目光 哇哦 英念突然弯唇笑了起来 好久不见了苏林燕 苏林燕一个人站在角落里 用英毒的目光注视着英念 庄贤被苏林燕的眼神 盯得浑身鸡皮疙瘩 圈起来了 他转头却看见英念 竟然还在冲着苏林燕笑 不由地诧异道 师妹 他那么看你你都不害怕吗 害怕 英念挑眉一边拉着一只仔 声音里透着笑 怎么会呢 看见他这么生龙活虎的 我兴奋死了 庄贤看着英念这样的笑容 莫名地就打了个寒颤 而观战区的西边 白家人也看着英念 白家老头问向一边的清醒 那就是白钱说得勾引了 咱们家天马的女人 忽然想起什么 他又说道 那东西给白钱了没 已经给了 白钱只要能好好用那东西 必定能让这女人 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就在此时 无数长老气气发力 就在圣山宗入口 三道巨大的大门 被缓缓打开 山林深处不断有寿吼声传来 还有兴契和诗贤气息 混杂在一起 老宗主开口 声音洪亮 圣山宗弟子大赛 出事将在我们圣山上进行 在圣山的树木上 我们绑了许多通关牌 每人至少要收集 够十个通关牌 才算是过了出事 老宗主声音很沉 透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严肃 你们用蛮力也好 秩序也罢 不论什么手段 都不可闹出人命 若是闹出人命了 那么伤人的人 将由我 亲自惩治 他这话一出 无尽的威压 就对着底下 每一个人沉沉压下 他为解开魔剑封印 参加圣山宗弟子大赛 就在刚刚他觉醒了精神力 自信地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老宗主公布大赛规则 无尽的威压 就对着底下 每一个人沉沉压下 无数新弟子 实力不够地 直接跪了一地 而英念的神情 看起来却很轻松 周少柔兴奋地握着拳头说道 看见了吗 看见了没 我就说他很强的吧 周少玉看着英念那张 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脸 眼中是熊熊燃起的战役 的确很厉害 好想和他打一架呀 英念可不知道他的想法 此时英念自己也很惊讶 当威压下来的时候 他能感觉到天学里的精神力 直接在他身上 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将那些威压都给抵消掉了 英念露出一个笑容 精神力果然厉害 就连老宗主的威压 都无法穿透着精神力屏障 如今他也不是随便 一个大门一放威压 便能压得他连头都抬不起来 老宗主见英念 果然和之前不一样了 在心底叹息了一声 他抬起了头说 三道大门 对应的是我们圣山三座山峰 灵体进入第一道 人灵进入第二道大门 地灵进入第三道大门 听见这话 王尔垢等人顿时眉头一皱 几人猛地转头看向庄贤 庄贤 你要自己一个人入第一道大门 没问题吗 尔垢和孟小七两人 都是第三道大门 互相有个照应 但是庄贤只有自己 少不得被针对 我没事的 师兄师姐护好自己便可以 庄贤认真说道 我会见机行事 所有的弟子们 都已经开始做好了准备 二等弟子直接就将英念 包围在了最中间 白钱就挡在英念的前面说道 英念 别想着抢跑 我们这些人就算自己不通关 也是一定会钉死了你的 师兄师姐们 我们钉紧英念 孩子就靠你们了 白钱冲着前面 实力强横的二等弟子道 前方众人齐齐回复 声势震天 都把这些看热闹的势力震了震 圣山宗这帮弟子 什么时候这么团结了 周家家主皱紧了眉头 周少柔气的脸色通红怒吼道 作弊 他们作弊 周少玉则满心激荡 不被人度视庸才 好样儿的 有小势力的人想要讨好老乞丐 这位巨人族的组长 您贵姓啊 我 你叫我邓起就行了 老乞丐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家几个徒弟 都被针对了呀这架势 为老东西 邓起看向老宗主 你这是光明正大的给你们圣山宗的弟子放水吧 我们圣山宗的弟子赛 一向来都是这个流程 老宗主轻笑了一声 怎么 心里没底了 放屁 邓起呸了一口 你看我们念念的神情 那是心里没底的样子 老宗主冷哼了一声 拉拉看你的了 哼 小东西要冲破我们的防御 旁边圣山宗的弟子们齐齐冷笑 怕是做梦 就在这时 所有长老都已到位 老宗主声音猛地传出 圣山宗弟子大赛 正式开始 白钱一声大喝 拦住鹰面 众弟子齐出掌 无数灵力齐齐喷涌而出 交织缠绕变成一个巨大的网 对着鹰面兜头就盖了下去 就在这时 拉拉背后猛地一阵 一双巨大的血色翅膀伸展开来 每一根羽衣上的火焰 竟然都成了金色 拉拉拉着鹰面的手不屑道 区区小网还想拦住我 二等弟子们神情崩溃 不好 他有会飞的灵兽 这两个可爱的仔仔竟然是神兽 那他们的本体到底是什么 鹰面惊醒了精神力 是让众人惊叹不已 如今两只神兽又要大展神通 圣山宗弟子大赛开启 所有人针对鹰面围了上来 拉拉背后猛地一阵 一双巨大的血色翅膀伸展开来 每一根羽衣上的火焰 竟然都成了金色 穿插着那巨大灵力网的缝隙 直接飞升上空 拉拉不屑地大笑道 哈哈哈哈 区区小网还想拦住我 说完他话成一道流光猛地 对着第二道门冲了进去 苏灵燕看着那对翅膀 浑身发抖 那是他的血缝吗 是拉拉吗 接着他也对着那第二道大门冲了进去 耳垢身子猛地膨胀开来 哈哈哈哈 我小师妹就是厉害 小七 我们走 而最不让人看好的装弦 深吸了一口气 大喝一声 圣麒麟 接着一只巨大的麒麟兽 直接驮在着他撞飞弟子 往第一道门冲去 尖楼楼主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这只圣麒麟不可小觑啊 今天这比赛可有意思了呀 周家家主感慨道 巨人族果然肉身强横 不错 男子汉 就该一副当官万夫莫开 随着弟子们纷纷涌入进去 老宗主猛地合掌 晃荡的水波逐渐地在他手上成形 下一刻变成了一面面灵密境 将所有考试的区域都展示在了大家面前 通关牌证零零碎碎地散落在各地 还有的已经被山中的野灵兽给摧毁了 周家家主突然皱眉看向了老宗主 怎么只有这些弟子 其他人呢 老宗主罕见地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我不懂你的意思 老东西还和我打马虎眼 周家家主冷哼了一声 你把你圣山宗那些真正厉害的弟子藏哪儿了 老宗主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那些孩子接了些拥兵任务 对他们来说弟子赛已经只是小打小闹了 若是敢得回来 就免出事直接打 赶不回来也算了 周家家主眯起眼睛 那若是赶不回来 被那个叫做英念的女人拿了第一 你们圣山宗的脸怕是要丢尽了 一直关注着英念的周少柔突然大叫起来 不好了 漂亮姐姐被围住了 所有人齐齐往灵力镜上看去 白钱和苏灵燕已经追到英念 英念 你已经跑不了了 二人带着数百个弟子将英念团团围住 拉拉落在英念身边 和百变两人嘲讽道 哟 来的人可真多呀 白钱手只摸着一颗滚圆的药 底气顿时十足地冲着英念叫喊道 能非又怎么样 我们这里可有不少弓箭类的法器 英念没看白钱 反倒是看向了苏灵燕 拉拉百变 你们不是说 离突破还差一点吗 今天能让你们站得痛快了 他拿出了红伞 灵力不断地涌入了伞中 帮我撑半盏茶的时间 我想单独领教一下 天生凤圆到底有多了不起 拉拉和百变兴奋地回答 没问题主人 苏灵燕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想妄图用两只灵兽拦住所有人 她被英念这么看着 头皮发麻 但嘴上却嘴硬道 你怕是在做梦 百变才不和她废话 大喝了一声道 拉拉 我佐你用 话音落下 拉拉身后与一猛的张大延伸 直接就将右边包抄过来的人 全都拦了出去 这活怎么回事 那些包抄过来的弟子们 避都避不开 扑不灭 外面各位家主都皱起了眉头 那小女孩果然是灵兽 不 眼中金光大闪 双神兽 那孩子竟然有双神兽 整个五周史上从未有过双神兽 他俩的本体到底是是什么 尖楼楼主只听到一声声炫耀声传来 叶安眯着眼睛自豪道 和嗨嗨 那是我闺女 老企丐抹着鼻子不服道 嘿嘿 那是我徒弟 百变本体首次现身 再次对战惊娇崇 苏灵燕这次要真的BBQ了 每碰到英念一次 苏灵燕都会倒霉一次 哪怕英念不出手 眉神也会照顾下苏灵燕 弟子大赛中苏灵燕挡住了英念的去路 并指责英念是偷了他神兽的魔族羽念 英念决定收拾下这个假冒天生奉原的人 英念 苏灵燕大喝一声立刻召唤出了金娇 金娇仰天长笑 断掉的尾巴竟然已经好了 英念手上红伞猛地炸开尖刺 惊人的灵力波动随着散发开来 他大喝一声 百变 身后的百变眼中金光大声 一团巨大的黑雾猛地炸开硬堡 他们竟然看见了一只巨大的黑色长虫 虫身黑亮 每一截都覆盖着坚硬的铠甲 铠甲上还能看见无数的尖锐的毒刺症 一点点的伸展出来 好 百变猛地爆喝了一声 那声音将周边的弟子全都震慑了出去 外面围观的人都傻眼了 有人忍不住地问向老宗主 这是神兽 这不是虫吗 老宗主神情凝重 物极必反 任何一个种族 都有其最辉煌的时候 这虫兽到底是何物我也不认识 但观其样子 说不定是远古时期的血脉 这是一位长老匆匆来报 老宗主 万寿国的那位帝后来了 老宗主眼睛一瞪 什么玩意儿 下一鸟一只巨大的鸟鸟 在圣山宗上方盘旋 帝后乘坐着这只鸟鸟 缓缓地从天空落下 帝后看见老宗主是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晚辈见过老宗主 今日是我燕儿第一次参加弟子大赛 我这个当娘亲的还是想来看一看 帝后看向了那一面面的灵径 笑着道 我燕儿在哪呢 老宗主嘴角抽了抽 嗯 你女儿 老宗主才刚开了个口 帝后就看见了被那显眼的金娇缠绕的苏灵念 他脸上露出笑容 这孩子 怎么这时候就把金龙放出来了 这对其他弟子岂不是太不公平 帝后脸上笑容正绚烂着呢 突然那临近前面紫金色光芒一闪 尖锐的法器竟然刺入了金娇的身体里 鲜血四剑 好 金娇吃痛 猛地扭过头去咬阴念的身体 阴念碧也不必 只是偏过了头 金娇一口咬住了樱念的手臂 念念 老启带脸色一变 其他人也傻了 樱念这也太轻敌了 却看见了樱念猛地举起了手上的红伞 伞面变成了纯正的黑色 樱念露出一个笑容 伞间狠狠地刺入了金娇的眼睛 他的手臂竟然完好无损 有人眼间抖着双唇道 这是极品护甲衣 叶安看着邻近里的樱念 露出了一个从容的笑 就那条牙都没长全的小金娇 怎么咬得破他送给念念的涅槃呢